尼布贾尼撒在位第二年,他做了梦,心里烦乱,不能睡觉。 王吩咐人将术士,用法术的,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召来,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,他们就来站在王前。 王对他们说,我做了一梦,心里烦乱,要知道这是什么梦。 迦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,愿王万岁,请将那梦告诉仆人,仆人就可以讲解。 王回答迦勒底人说,梦,我已经忘了,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,就必备灵石,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。 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,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。 现在,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。 他们第二次对王说,请王将梦告诉仆人,仆人就可以讲解。 王回答说,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言,因为你们知道那梦,我已经忘了。 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,只有一法待你们。 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,向我说,要等候时事改变。 现在,你们要将梦告诉我,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。 迦勒底人在王的面前,回答说,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。 因为没有君王、大臣、掌权的、想数事,或者用法术的或迦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。 王所问的事,甚难啊。 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,没有人在王的面前能说出来。 因此,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,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氏。 于是命令发出,哲氏将要见杀。 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,要杀他们。 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,要杀巴比伦的哲氏。 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,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,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? 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。 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,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,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。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联民,将这奥秘的事指名,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氏一同灭亡。 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写明,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。 但以理说,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,从亘古直到永远,因为智慧、能力都属乎他。 他改变时候,日期、废王、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,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,知道暗中所有的,光明也与他同居。 我列祖的神啊,我感谢你赞美你,以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,允准我们所求的,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。 于是,但以理进去见亚略,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氏的,对他说,不要灭绝巴比伦哲氏。 求你领我到王的面前,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 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的面前,对王说, 我在秘鲁的犹大人中,遇见一人,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 王问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说,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? 但以理在王的面前回答说, 王所问的那奥秘事、哲事、用法术的、术事、观照的,都不能告诉王。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,能显明奥秘的事。 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,只是尼布贾尼撒王。 你的梦,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,是这样。 王啊,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,那显明奥秘事的主,把将来必有的事,只是你。 至于那奥秘的事,显明给我,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,来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理的思念。 王啊,你梦见一个大象,这象甚高,极其光耀,站在你面前,形状甚是可怕。 这象的头是金金的,胸膛和膀臂是银的,肚腹和腰是铜的,腿是铁的,脚是半铁半泥的。 你观看,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,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,把脚砸碎。 于是,金,银,铜,铁,泥,都一同砸得粉碎,等如夏天和肠上的康笔,飞风吹散,无处可寻。 打碎这象的石头,变成一座大山,充满天下。 这就是那梦,我们在王的面前,要讲解那梦。 王啊,你是诸王之王,天上的神,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 凡是人所住之地的走兽,并天空的飞鸟,他都交付你手,使你掌管这一切。 你就是那金头,在你以后,必另兴一国,不及于你。 又有第三国,就是铜的,必掌管天下。 第四国,必尖壮如铁。 铁能打碎克制百物,又能压碎一切。 那国,也必打碎压制裂国。 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,一半是摇将的泥,一半是铁。 那国将来,也必分开。 你既见铁与泥掺杂,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 那脚趾头,既是半铁半泥,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 你既见铁与泥掺杂,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,却不能彼此相合,正如铁与泥,不能相合一样。 当那猎王在位的时候,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,永不败坏,也不归别国的人,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,这国必存到永远。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,从山而出,打碎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泥,那就是质大的神,把后来必有的事,给王指名。 这梦准是这样,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 当时尼布贾尼撒王,夫夫在地,向但以利下拜,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。 王对但以利说,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,你们的神,诚然是万神之神,万王之主,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 于是王高抬但以利,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,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,又立他为总理,掌管巴比伦的一切择事。 但以利求王,王就派沙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,只是但以利常在朝中势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